老是什麼樣子 大家好我是QQ 很快我來到星期五 時間到上了是這樣 就到了2018年的五月 今年不知道做了什麼 過了5一個月 不過因為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4個19時就每天 例如5月大的 physician 就已經愛上了90多個文法 所以積小成都很重要 第一目標給自己每天做少少做少少 慢慢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 先不要說廢話 我們說說今天的文型 今天的文型是要說這個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 因為有漢字 它的文型是 に比べ 或者に比べて 或者と比べ と比べて 前面是一間名詞 表示と...比較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個例子 先月に比べ 今月の売上は倍になった 跟上個月相比 這個月的營業額回了一倍 這就是一個對比的用法 と比べて ひかしていし 是一樣的 好 今天第二個要說的就是 にしろ にしろ にせよ にせよ にしても にしても 前面是跟動詞的普通形 い的用詞 な的用詞 がである 或者是名詞 がである みたいな 後面再跟上以上的文型 它的意思就是 無論是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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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今週に到ここ ぜひ Мы... 私に キ of なや 何... チャンネル登録 すい 我們下個星期一再繼續努力 再見